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 香港民主派人士刘晓丽 被剥夺参加立法会补选事件 继续的发酵 评论人士认为这是政治打压 是选择性的政治筛选 那么有关情况呢 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 请美国基因驻香港记者申华 来为您报道最新动态 申华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香港选举委员会决定 要撤销刘晓丽参选议员的资格 中国的官媒说呢 刘晓丽被DQ 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简单介绍一下刘晓丽事件 还有这个所谓的DQ 它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的 那个DQ这两个字呢 频繁出现在香港的政治新闻当中 实际上的话就是英文 那个disqualified的缩写 意思呢就是资格被淘汰 用咱们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习惯说法呢 就是政治上的不合格 选前呢给你淘汰出局了 基本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事情是上星期五出现的 到今天已经好几天了 继续发酵 成为香港重要的政治新闻之一了 那么刘晓丽本人 大家都知道 她是学者型的这个政治人物 拥有这个博士学位 专业呢是文化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 2016年9月的时候 第一次当选香港的立法会议员高票当选 那个后来因为在宣誓过程当出现那些状况呢 被裁决呢是无效 因此呢丧失了议员的资格 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他第二次问题立法会参加的是 九龙七选期的立法会选举 不过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在10月12号 也就是上星期我告诉他 你的这个资格不合格 香港政府呢同时呢也表示支持这个 这个选举主任的决定称选举人鼓吹和推动民主自觉 或者提倡港独可以作为民主自觉的选项 这就是不符合参选的资格 真正的点就是这个议问 是那么森华我们也知道 刘晓丽就像你刚刚说的 多年来她的理念就是坚持香港的民主自觉 那么中国官方认为 这是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范 所以才会有到今天她被DQ这样的一个处分 那么整个事件目前还在继续的发酵 我们应该要着重观察哪些主要的看点呢 大概有两个看点 一个是就事件本身来讲 就刘晓丽本身舆论的反应是很多的 那么今天来讲我发现了 这个资深大律师也就此 这个戴奇斯也就此表达了意见 认为这里面的缺乏程序上的那个正义 那个应该让参选人有深变的机会 这也是刘晓丽本人反复强调的 就是说她说我的那个自觉 跟一般意义上的自觉呢 不太一样 因此来讲她希望有机会 能够得到这个一个深变的机会 但是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但是呢我必须讲呢 香港方面政府方面的立场是这样的 那么需要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按照格外的补充材料的需求呢 向那个那个参选人那个发问 但是呢这不是必要的机会 这是香港政府的这个立场 那么另外一个看点来讲 就是下一个由谁来接替刘晓丽来参选 现在来讲都集中在这个李卓人身上 也就是工党主席李卓人 那么现在可以继续观察的来讲 就是李卓人恐怕也会面临DQ的问题 我今天上场呢 以前呢我查了一下 还是没有关于 李卓人是否被DQ的这个消息 那么这也就是下一步呢 持续观察这个看点 因为他所在的这个支联会的纲领 是主张结束议党专政 那么这里面对中国大陆方面 还有香港政府方面讲了 这里面就包括中国共产党 具有中国策则的社会主义制度 恐怕呢要受到这个挑战 这样一层意思 因此也不具备这个参选 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这个疑问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申华 在香港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